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个我们这是第三节课的第二次上课 OK 我们上次讲五自一到五自五就是有关这个 PV等NRT跟Partial Pressure就是道跟分压定律 那我们今天那个在讲这个之前呢 课之前呢 我们来回想上次讲的一个部分 就PV等NRT的部分 我们来深入比较讨论一下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黑板上面 那我们现在写黑板 那个我们上次讲那个PV等NRT 这个高中大家都要会背 知道这个气体动力学的关系 然后呢 我们知道说在标准状态底下的话 一模的气体 在273K 我们有22.4升 一大气压 也就是说一大气压底下呢 我们今天会有22.4升的这个 那我们在标准状态底下 零度C底下的话 我们会得到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系 譬如说P跟N固定的时候呢 我们V呢跟T呢是成正比 那我们今天呢 如果说P这个V跟T固定的时候呢 V跟T固定的时候呢 我们P会正比一N 好 我想啊 这个四个变数里面两个是Constant 然后呢 这个之间的关系 高中都有学过 那我们现在特别要来做一个事情啊 如果说我们今天N跟T固定的时候 N跟T N跟T固定的时候呢 我会得到一个曲线 如果我们把PV做图的话 P跟V做图的话 我们应该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曲线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曲线 那这个呢 我们叫T1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还是N 但是呢 同样的气体呢 我们这边是T1 这边是T2 我们理论上呢 应该是得到另外一个Curve 是这样子过来 另外一个Curve是这样过来 这个是T2 我们高中呢 常常会考 这是T2呢 大于T1 T2会大于T1 就温度升高呢 这条曲线呢 会往上走一下 温度升高呢 这条曲线会往上走一下 那我们今天来看 如果说我们今天思考一下 T1 T2 如果我们今天呢 在这一条线上走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条线上走 在固定温度几下走 固定温度几下走 我们在这一条曲线上面走 理论上呢 在这一条曲线上面 我们的温度都是会维持T1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一条曲线上面走 那我们的温度都会维持T2 PV是等于Constant PV呢 是等于Constant 也就是温度会固定 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 一个问题 假设我们今天呢 是一个活塞啊 我们今天有几种状况 对不对 我们今天来看 假设也是一大气压 那我们现在是0度C啦 那如果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我们是0.5大气压 11.2升 这样也可以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是 两大气压 不是 这是44.8 那我们两大气压呢 11.2升 我们这三个情况都OK 我们反正两个乘起来是22.4就对了 OK 两个乘起来是22.4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在一个活塞里面 这里面有一些气息 我们可以在很多不同的位置上面存在 应该是说无限多种可能性的存在 很多可能性 无限多种的可能性存在 所以我们来思考这么一个问题 假设我们有一个状况 我们也不要那么复杂 就是用一个简单的状况 假设我们有一个气体 一个 idea gas 一个理想气体 我们等一下再讲理想气体的 定义是什么 但是呢我们来想 假设我们今天是一大气压一升 那温度是固定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是10大气压 0.1闯 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 当然可以啊 十大气压0.1闯 10大气压0.1闯 我们可以不可以0.1大气压 然后10升 在不同的位置上面都可以存在 从我们的这一条curve上面 我们可以说 假设我们这里是十大气压 这是一大气压 然后这是一升 我们这里呢 0.1升 这是一大气压 这十大气压 这是一大气压 那我们今天也可以什么 我们今天也可以十升 十升呢 0.1大气压 你们仔细一看 这里是0.1大气压 这是一大气压 这是十大气压 我们在这一条线上走的时候 0.1乘以10等于1 1乘以1等于1 10乘以10乘以0.1 10乘以0.1 也是等于1 意思说这里PV乘起来 应该都是等于1 在任何一个点 在任何一个点PV乘起来就等于1 那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呢 实际的状况 意思就是这个活塞呢 在任何一个位置都OK 都可以存在 这个活塞呢在任何一个位置 你只要压力变的时候 它就可以在任何一个位置存在 那我们现在问了一个问题 你要思考一下 什么问题呢 你现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今天呢 我们在这一条曲线上面呢 从 三个点来看 从我们这里三个点来看 我们这里就是说A点 这B点 我们这里B点好了 那我们这里是A点 这C点 这个是A点 A的点 这是B的点 这是C的点 我现在直接 请你们用脑子里面想一下 我请教你 思考一个问题 请问A走到B走到C 或是从C走到A走到B 请问呢 需不需要能量的变化 那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问你 请问A B C三个点呢 它的气体的能量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气体的能量 就是在这个活塞里面的这个气体呢 它总能量是不是一样 总能量是不是一样 总能量是不是一样 你思考一下 这答案是应该很简单 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在这一条线上的温度是固定的 如果你理想气体的话 单分子气体的话 温度固定 你今天呢 总能呢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推导的 它就等于是它的动能 2分之3KT 如果是一模偶的气体的话 就是2分之3RT 2分之3RT 2分之3RT 如果是一模偶气体 我们这边如果是一模偶的气体的话 它是2分之3RT 也就是我们说的2分之3RT 这个高中也有学过 这总能呢 所有的能量就是这个2分之3RT 所以我们在这一条线上的A B C 甚至在这一条线你随便取一个点 它的总能都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A跟C呢 从A到C呢 或C到A呢 是不需要能量的 这时候我们思考一下 我讲这句话对不对 我们在那个Zuvia的 这个讨论区里面呢 我们会列出 这些讨论 请大家可以在那边发言 你思考一下 你思考一下 到底呢 从A 这里A 你走到C 或是走到B 或是从B走到A 从C走到A 或是我们直接从B跳到A 不管怎么走啦 我们如果在那条线上呢 的任何一个点呢 我们是不需要 产生或是消灭任何能量 它能量都一样的啊 因为它温度不变啊 它温度不变啊 它温度不应该变啊 在那条线上啊 那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 在岂不是说 我今天膨胀跟压缩 我都不需要能量吗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吗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吗 我们在从A走到C的时候 需不需要能量 那些能量 如果你需要能量 那些能量跑到哪里去了 那如果说你不需要能量 那你怎么从A走到C呢 我想这些问题呢 就是我们后面在 8、9、10 9、10、11里面 会很深入去讨论 但是我们现在 先从这个Curve来讲的话 PV等于NRT已经告诉你 如果温度固定 你的魔术固定 你的总能 你的总能是固定的 这个是没错 这个完全没有错 你要记住 PV等于NRT的话 我今天N是固定 我今天是一魔术 我T是固定 我如果说 在一个容器里面的 不管它的温度是压力是多少 这个分子的总能是固定的 它是不会变的 因为你温度固定了 你魔术固定了 你等于说你总分子数固定了 你的总能是不会变的 但是呢 你的P跟V呢 乘出来是一个定值 但是没有人告诉你说 你P应该等于多少 V应该等于多少 你只要乘出来是一个定值的话 固定的一个数字的时候呢 那 你多少都没有无所谓啊 无所谓 就是我们这个 那如果说你跳离这个Curve 我们说的跳 从这一条曲线 跳到这一条曲线 事实上你的温度是改变的 这个是 往上走的话 这里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这T2是要大于T1 T2是要大于T1 这个也是完全没有错的 这个T2呢 在这里呢 会大于T1 这是完全没有错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推导 2分之3RT呢 2分之3KT呢 也就是你一个 一个原子 单原子 在一个容器里面 它的动能 也就是一个粒子的跑它的动能 那如果说一模模的话 就是2分之3RT 这个高中都有学过 所以我们今天呢 只要温度固定的话 这一条曲线跟这一条曲线 哪一条曲线的那个能量比较大 当然是T2比较大 温度比较高 T1的温度比较低 T2是大于T1 这一条能量是大于这一条能量 但是在这一个曲线上面 任何一个点 它的能量是固定的 所以我再回头来问你这个问题 你是否需不需要私与能量 从A走到C 从A走到C 或是放出能量从A走到C 是不是需要从C走到A呢 需不需要给它能量 你思考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从10升 要把它压缩到0.1升 我们需不需要给这些气体能量呢 可是我没有说从C走到A 它是能量是不变的 这个不是有一点逻辑上面的一个错乱吗 我说它的总能就是2分之3RT 那我从C走到A 到底需不需要能量呢 它们的两个点的能量都是相同的 A跟C 这两个点的能量 从C走到A A感觉好像你要把它压下去 你要给它一些能量啊 不然它怎么从C走到A呢 你从A走到C 你感觉直觉上面 你感直觉上面 你需要把它放出一些能量 不然它怎么从A走到C呢 不然的话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个引擎 这样跑来跑去都不需要能量的 这样跑来跑去就从A走到C C走到A这样子引擎的压缩 这需不需要能量 好这个我们可以很serious去讨论看看 很serious去讨论看看 去很serious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也就是一个热力学的上面的 一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 热力学上面有几个很根本的问题 我们要定义能量 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定义温度 讲深一点的话 热力学还要定义什么 定义宙啦 宇宙是什么东西 不过基本上我们热力学在定义 热 能量 温度 到底是什么 我们如何去定义它 我们如何去定义它 那定义它的话 我们从这个 这一条曲线 到底发生什么 到底产生什么样的 一些你感觉或是说我感觉好像有点矛盾的地方啊 你要从A 我再讲一下题目 你要从A走到C 或是从C走到A 到底是不是需要 给能量或是放出能量 虽然这两个点的能量是一样的 虽然这两个点的能量是一样的 那真的是需要能量呢 还是不需要能量 从A走到C是不需要能量 还是从A走到C是需要能量 然后呢 那你要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呢 你要很仔细的想一想 很仔细的想一想 非常非常仔细的想一想 这个可以衍生出很多很有趣的想法跟问题 我希望你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 OK 所以呢 我们首先呢 再跟各位讲一下 上一节课讲的PV等NRT 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 OK 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回过头来呢 来看这个课本里面的东西 好 我们在这个课本里面呢 的5.6 如果听到这个 这边呢 还没有翻开课本的 请暂停一下录音 YouTube 然后呢 翻一下课本 5.6这里呢 讲些什么东西呢 kinetic molecular 抱歉 这个kinetic molecular theory 就是我们今天呢 动力分子动力的一个模型 那其实呢 气体的动力模型呢 我们来思考一下 什么叫做气体的动力模型呢 事实上呢 我们是摸不到气体的 我们今天呢 有这个氧气呢 氮气呢 在我们周遭 你这样子去抓呢 你抓得到氧气 或是氮气吗 你抓不到啊 你有感觉到氧气 打到你脸上吗 也没有啊 我现在当然呢 我只有开冷气 我感觉好像有风啊 那为什么会你感觉有风呢 因为分子打到你脸上呢 你有一个压力在 你产生一种力 force 那我们知道呢 力除以面积是什么 风很大 他就是p 就是我们说的pressure 压力 pressure pressure的来源呢 就是我们的分子呢 或是原子呢 我们打到我们的脸上 然后呢 我们产生有一个力 有一个动能的 动量的改变 这个原子呢 或是我们今天氧分子呢 氮分子呢 打到我们脸上 然后弹回去 然后打 一直打到我们脸上呢 弹回去呢 我们就产生脸上呢 就感受到 ok 现在风很大 他强压着你的身体 吹到你的身体 吹到你的眼颊上面 这个是压力的来源 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connective molecule molecular model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先假设 其实这个理论上面也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model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气体呢 它呢真正的 样子是长的什么样子 事实上呢我们的模型告诉我们说 原子核呢外面就是一坨电子 然后呢 事实上呢原子核非常非常小 外面一坨电子核 这是我们的model 什么叫model呢 就是我们凭空想象 我们画出一种模型 就是说气体呢 单分子气体呢 单原子气体呢 长了什么样子 就像一颗弹力球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这个container呢 关起来就是一个container呢 里面一大堆一大堆弹力球 而且这些弹力球呢 是一直在跑的 一直在跑 永不停止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今天呢 在一个核子里面 我们现在在这个核子里面呢 我们呢 在一个密闭的核子里面 这个分子呢 或是这个原子呢 养原子呢 或是空气好了 我们在那边跑来跑去呢 它是不会停下来的 它不会停下来的 那你说这个会不会停下来 你要怎么让它停下来 诶 你在想说 如果我今天去哪一个核子 或是你们喝水的水瓶好了 是空的 或是保特瓶好了 你把它盖子把它锁减 让气体都不能交换 那请问啊 你会不会放在那里 你思考一下就知道 你有没有可能说 我今天就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 放了一年以后回来 结果呢 那些分子呢 怎么样 全部都黏到什么 全部都黏到这个 底端的这个瓶子 全部都掉到瓶子的底端 会不会这样 不会啊 那不会啊 所以我们今天是假设这个 这个弹力球 这个分子呢 假设这个是一个弹力球 它是永远不会停下来 可是呢 这个有另外一个看法跟想法 为什么它不会停下来 你有没有办法让这个分子 把它停下来 有啊 有啊 为什么 为什么 怎么做 如果 比如说 比如说 你今天呢 这个液态蛋 到实验室来 到课堂上面 到课堂上面 我这个 办公室前面就有一大桶 液态蛋 液态蛋那看起来很好玩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气体的时候 你把液态蛋呢 放在那里 然后拿个管子呢 你一直通氧气 你一直通氧气在里面 里面给它放氧气 可能一天 一个小时之后呢 或是一个小时之后 你那个管子底下 你就可以看到 一滴 有一点蓝色的东西 那是什么 氧 可以喝的氧 液态氧 当然不能喝 那温度很低 你喝下去以后 舌头就烂掉了 你可以把氧气呢 变成液态氧 那你用什么 用液态氧 去把氧气呢 抓下来 抓下来变成液态氧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是在室温的底下 我们不可能看到说 我今天用一个瓶子 装了一杯空气 那个空气呢 给你放了一年 他跑一跑他累了 好我累了 我实在不想跑 这些分子呢 跑跑跑跑跑跑 跑了一年 又 两年三年十年 他放在你的房间里面 这些分子不会累 人跑了会累 但是这些分子不会累 那为什么我讲说 他永远不会累呢 这不是假设 而是一个事实 为什么 因为呢 你一直保在你的房间里面 除非除非你今天 你的房间 变成负的一百七十几度 或是负的两百度C 这些氧分子氮分子呢 才会怎么样 停下来 在底下 沉淀在底下 变成液态的氧 或液态的氮气 液态氮 或液态氧 我们下次看了 你就知道 怎么叫液态氮 OK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connective model 事实上呢 我们在室温 或是我们在一定的温度底下 我们这些球呢 事实上呢 它的动能 或是它里面的重能 事实上就是一个温度的表现 温度的表现 也就是在能量 温度就等于能量 能量也就是温度 你也把温度当作一个能量 的一个概念 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继续 那个 或是我们下一节课 还会继续讨论 就说 事实上呢 温度呢 是代表一种能量上面的一个关系 温度是代表能量上面的一个指标 OK 所以呢 我在那个 讨论区里面有一题啊 就是为什么 我们听过负责300度C 你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思考一下 我希望大家多多发言 在那个Lubia上面的讨论区 大家多多发言 好 那我们来看 怎么导出这个PV等NRT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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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等NRT这个 这个 方式 是 我们基本上呢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这个分子呢 或是这个原子呢 就把它当作一颗球呢 打到这个什么 打到这个墙壁呢 反弹 然后你产生了一个动量变化 就二分之MV啊 就是二分之MV 你产生一个动量的变化 好 那我们的力呢 是MA 然后我们乘以它的一个速度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导这个 这个 PV等NRT呢 用理论上面下去导 其实你仔细看 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呢 Force is defined to a mass times acceleration 就是F等于MA 就是 我们今天质量乘以加速度呢 就是等于力量 那 那个呢 什么叫加速度呢 就是在时间里面的这个 速度上面的变化 就是我们所谓的加速度 在Delta就是一个微分的概念 DT分之D V啊 就是Velocity Velocity 速度上面的一个变化 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力 这是牛顿力学里面 最基本的一个公式F等MA 然后呢 我们今天呢 压力 力呢 是在单位时间里面的一个MU 就是速度上面的变化 然后呢 你变化是变化多少呢 2MU 2MU 因为你撞上去又弹回来 你的动量的改变 动量的改变是2MU MU平方 动量的改变 动量的改变是2MU 就是 质量乘以速度 然后呢 你在单位时间里面的 Changing momentum per unit of time 在单位时间里面的 这个 动量的改变呢 就是产生你的力 OK 然后呢 你有3个什么 你有3个面 然后呢 动量的改变呢 总共有3个面 打到这个 总共有6个面 应该总共有6个面积呢 你总共有6个面积呢 你总共有6个面积呢 你打上 是6L平方呢 然后你要 你的力呢 你的力呢 不同方向的力呢 你把它加起来 XYZ的3个方向的力 你把它加起来 你除起来呢 你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式 好 这个回去自己看一下 回去自己看一下 你最后呢 把这个动量的改变呢 把它倒起来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2分之1 Anyway 你可以最后呢 你可以达到 达到一个什么 N除以PV等于2分之3 KE 动能 然后呢 你最后呢 从实验里面 NPV等于RT 从实验里面观察得到 N除以PV正比T 从理论里面可以看得到 OK Anyhow 我们这里只是用一个理论的方式 是去推导PV等于NRT 从实验的上面呢 实际上PV等于NRT 是从实验上面做过来的 然后我们用一个理论的model呢 来推导 就是利用动量的改变呢 撞到墙弹回来 它的动量改变是2分之1MU 然后呢 力除以面积呢 就是我们的 力分支面积就是我们的压力 然后呢 我们再去推导整体的体积呢 导出这样的一个 一个模型导出这样的一个 PV等于NRT的一个 一个同样的一个结论 那事实上你PV等于NRT呢 你是从实验上面可以做 做出来的 从实验上面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段呢 我们PV等于NRT等于3分之2K1 事实上呢 K1等于2分之3RT K1等于2分之3RT 这个高中的时候物理有讲过 如果你一颗球在跑的时候 它没有其他的能量的时候 这单一一颗球在跑的时候 它就只有动能 它只有动能 那这个动能呢 也就是温度 因为呢2分之3RT 从我们这里都可以找出来 是2分之3RT 如果是单一的分子的话 是2分之3KT 就是Botsmann的一个常数 就说我们今天呢 一个idea gas呢 在一模的idea gas 在一个容器里面呢 我们只要给了一个温度 我们就知道它总体的能量是多少 单原子气体 我再讲一遍 the meaning of temperature 这kinetic molecular theory呢 在讲什么 事实上呢 temperature是一个动能的指标 也就是温度也就是能量 能量也就是温度 我们在单原子气体里面呢 所代表的就是温度就是能量 能量就是温度 单原子气体 那双原子气体 或是更复杂的原子 是2分之3RT吗 不是的 绝对不是的 举个例子 我们的水分子 我们的水分子 你水分子 你要把它想象成像一个 飞标一样 它在跑的时候呢 除了动能以外呢 它还有其他的能量 它还有转动能 可以说水分子这样子在转 它还有怎么样 震动能 OHBug OH的键呢 在那边边跑 OH在那边边伸缩 甚至有这个 O跟H之间的一个 一个像剪刀式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能量 震动能 那你也知道说 我们今天这个维波乳水分子的 可以被加热 用维波来加热 这个水分子呢 被维波加热 是维波最主要是 对水分子做什么动作呢 增加它的什么 转动能 rotational energy rotational energy 什么叫做rotational energy呢 就是这个水分子呢 有办法呢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一个水分子呢 如果我们这是一个单一的分原子的 单一个原子 它如果这样跑来跑去呢 它事实上就只有一种能量叫动能 kinetic energy 它只有这个能量没有其他的能量 我们的kinetic energy是等于什么 二分之三rt啊 或是说我们二分之三kt 这个是一模的时候呢 我们是二分之三rt 这只有它的动能 在单一分子的话它是二分之三kt 不是分子啊 单一原子的时候是二分之三kt 这个我们高中有学过 这个我们高中也有学过 但是我说呢 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水分子呢 H2O 水分子长得像什么样子 水分子长得像这样子 我们这样说好了 这是O 这是H 它有什么样的能量 今天你可以想想看 今天如果我把这个板叉呢 我把这个板叉丢出去 你这个板叉是不是在边飞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也会转来转去 所以你要把这个水分子呢 想象成什么 想象成是这样一个飞镖啊 这个飞镖呢 丢出去的时候呢 在空气中这样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的时候 这个飞镖呢 一样在转动 而且这个转动呢 是一个特定的能量 它的转动能 事实上也是量子力学里面说的 被量子化的 它是一个特定能量 所以我们去7-11 买东西的时候呢 买这个饭团 要加热的时候呢 把这个微波炉一打开 事实上它是对什么 对水分子的rotational energy rotational energy 再做什么 加热rotational energy 这个是一个特定的能量 也就是一个特定的波长 这个我们下学期在量子化学的时候 会再讲 那除了这个能量以外 像水分子呢 还有什么 还有这样这一种 还有像这一种震动能呢 这个O跟H呢 在那边震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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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跟H在那边震动 那这个OH呢在那边震动 然后这个O 这个这个也会收缩收缩 这样子一个震动 这样子 会摇摆不对称摇摆跟对称摇摆 这个呢你们在化学系里面呢 在未来呢都可以学到这一部分 比如说CO2 它也有一些震动能 它也有一些转动能 那你利用这些能量之间的关系呢 你可以来做什么CO2 detection 这些能量呢都是量子化 你以后学到一些原子分子的光谱呢 你就会了解这个道理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分子 这个我们在第六章还是第七章 还会再讲 就是第六章或是第九章 还会再讲讲一遍 但是我们现在就记得就是说 单原子单原子的气体呢 它的能量呢 在一个固定的体积里面 固定的温度底下的话 我们的总能呢就是2分之3kt 如果是一模5的话 我们的总能就是2分之3kt 2分之3rt 2分之3rt 这个总能是固定的 只要你温度是固定的 魔术是固定的 温度是固定 魔术是固定 那我们怎么推导出这个结果呢 就是我们课本上面 我们刚才很快的带过去的 就是我们我们这个课本里面呢 在这个哦我弄错了 等一下 ok我们课本里面呢可以看到到这个 这个导出来的这个这个结果 2分n分之pv等2分之3分之2k1啊 所以我们k1等于2分之3rt啊 2分之3rt啊 这个是用理论导出来的 然后呢我们怎么导出来呢 我们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model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一个四四方方的容器里面呢 在这个容器里面真正的压力来源呢 就是从这个球呢去撞这个墙壁 然后弹回来 然后它永远都在这边撞 撞来撞去撞来撞去 我们把它的压力给算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整个呢 可以用理论方式呢导出一个 像pv等nrt 这样的一个关系哦 pv等nrt 这是用理论方式去 去理论的模型去把它导出来 去理论的模型去把它导出来 这这一部分啊 那这一部分的话 那我其中考是不会考你怎么推导了 这个当然需要一点时间去看 这个推导的时间也没 推导的这个说起来也不复杂了 但是呢 总是呢 要花很多时间去推导 不过呢 你在这边呢 我希望你回去看一下它怎么推导 怎么推导这个结论 那这个整个结论的最重要的概念是说 这一部分 就等于说你的 这个 温度所代表的意义呢 事实上就是动能 温度所代表的意义呢 就是单原子气体的温度所代表的意义 就是动能 那因为是单原子气体 它没有其他的能量 所以就只有动能 所以我们温度所代表的意义 就是一个动能的总结合 所代表的一个指标啦 应该是这么说 好吧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呢 把这个 这个均方跟速率啦 跟逆散啊 扩散啊 这部分很快就可以把它讲完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 就是把第五章很快把它讲完 然后当然我们还有这个idea gas呢 跟这个idea gas跟这个 non-idea gas就是real gas 这后面的所谓理想气体 跟非理想气体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 那推导也比较麻烦一点啦 但是呢 你也不用担心啦 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像这种公式呢 我们在其中考的时候 这一次其中考都不会去考你的 你不用去觉得说 哇 读大学要背一大堆公式 尤其在这个5.8这里 5.8这里就是我们今天呢 这一部分啊 这些这些这些气体动力学的这些公式呢 我们在大三 大三物理化学的时候 还会再教一次 那这些碰撞啦 什么这些碰撞频率啦 这些东西呢 我们这一次考试都不会去 考你这么复杂的公式 在这里有一些复杂的公式啊 就是碰撞跟这个碰撞频率啊 这些比较复杂的这些公式呢 我们我们是不会考你的 不会考你的 所以我们第一次考试呢 基本上就是要考你一些简单的这个 简单的一些高中学过 只是呢用英文考 只是用英文考 OK 我们呢 这个 今天呢 这一节课呢 上课呢就先上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节课呢 就把这个第五章把它讲完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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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